好 关注美国92岁的跨国媒体大亨梅多 宣布卸下福斯公司和新闻集团董事长的职务 交棒给他的儿子拉克兰 梅多在1952年他父亲去世就接管了事业 他先出售了亏损的报纸 保留两份报纸跟竞争对手合作 然后进行一连串的收购改革 那时候雪梨报业由三个家族把持 梅多陆续收购亏损经营不善的报业 还创办了澳大利亚第一家全国性的报纸 1968年英国最大的世界新闻报转手 梅多买下了四成的股份 大量发行惊悚文庄 之后占有半数股权就变成董事长 梅多是不甘心一份周报 再买下销量下滑的太阳报大力改革 让太阳报年销量从85万破200万这么多 1981年他又收购了泰晤士报 1973年转战美国收购三家报纸 沿用力推爆炸性的新闻加大宣传 在1976年的时候 他买下了纽约邮报 创办了周报好多份杂志 然后继续收购小报 2007年买下了道琼集团 1985年美国20世纪福斯公司陷入困境 梅多高价买下股票 收购七家电视台 为了筹建电视网 梅多在美国的法规下加入了美国籍 1989年 梅多在英国创办了天空卫星电视 现在成为新闻集团在英国的支柱产业 2011年世界新闻报被报 非法窃听失踪少女的电话干扰破案 对梅多集团的形象造成巨大打击 现在梅多宣布交报 他70年的媒体生涯划上句点 今年高龄92岁的媒体大亨梅多宣布卸下福斯公司和新闻集团 董事长的职务 叱咤全球媒体业近70年 他的隐退宣告梅多媒体帝国正式进入新的时代 梅多的长子52岁 拉克兰梅多将接掌职务 但这不代表他已经确定是接班人 梅多共有四名子女 他沉溺了家族事业信托 以解决继承的问题 他和四名子女都是董事 每个人都有一票 未来梅多辞世 四名子女将投票决定谁继承事业 拉克兰梅多必须获得多数手足的支持 才能正式接班 梅多家族内斗传闻不断 与美国影集继承之战的内容颇为类似 梅多20岁出头 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后 就继承了父亲在澳洲的报社 这是他媒体帝国的起点 梅多先后买下了华尔街日报 伦敦时报和纽约邮报等大报 随后他又在全球跨足电视媒体业 重塑了电视新闻文化 特别是他为了到美国发展媒体 还规划成为美国人 1986年 梅多成立福斯广播公司和福斯新闻频道 成为24小时全天候播放新闻的领导品牌 梅多也打造了一个保守派媒体帝国 甚至被形容为是造王者 他力挺前总统川普 据传每个星期都与川普热线 还频繁造访白宫 川普任内福斯新闻 俘然成了国家电视台 为总统做政治宣传 疫情爆发期间 福斯为了讨好白宫 做出各种不实报道 制造疫苗阴谋论 还宣传未经正式的治疗药物 梅多在英国也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 旗下的小报太阳报支持英国脱欧 当时的首相卡麦隆 后来坦诚 政府曾经寻求梅多的支持 梅多旗下的媒体 在过去十多年 卷入多起丑闻案 2011年英国世界新闻 用非法窃听手段取得新闻 总编辑和记者都遭到逮捕 这也迫使梅多关闭了 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世界新闻报 福斯新闻在美国2020大选期间 不断报道选举舞弊的不实消息 受害的多明尼恩投票系统公司 提出告诉福斯付出了 7.8亿美金的巨额赔款 而这还只是其中一个提告的公司 梅多接受访问时 坦诚福斯新闻主播说谎 他希望新闻集团在事后 能够强力谴责这种行为 担心失去保守派的观众群 梅多在卸任声明中特别承诺 儿子拉克兰梅多会持续高举 保守派的火炬 梅多表示他的身体还很硬朗 未来仍会以名誉主席的身份 参与集团的新闻业务 TVBS新闻总额报道